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H1N1人類珠落感病毒 自從3月下旬 在墨西哥開始爆發之後 到現在已經導致全球超過4萬宗確診個案 近200人死亡 世界衛生組織 在今月11日 將流感境界級別提升最高的第六級 顯示疫情 已經發展成為全球性的流感大流行 今次是41年來 人類面對的又一次流感大爆發 在香港 新甲型H1N1流感 上個星期開始 在社區急速擴散 短短過幾月 確診個案已經超過300宗 11年前 全港小學、幼稚園、幼兒中心全面停課 而中學 一有學生證實受感染 學校就會停課兩個星期 在觀塘的會基書院 是第一間停課的中學 學校五月底停課 六月中開始復課 有同學在幾個星期前確診了隔壁流感 我們停課了兩個星期 一切現在都是回復正常 香港五月初確診第一宗感染個案 初期每日新增的病例不超過10宗 全部都有外游記錄 直到月初 病毒開始在社區擴散 每日新增的確診個案 越來越多是本地感染 研究流感的專家推算 早在墨西哥疫情爆發之前 病毒可能已經在社區潛伏了一段日子 在流感爆發初期 管日教授聯同各地的專家 一起參與解冊 這種新病毒的基因圖譜 結果發現 這種新流感病毒的來源 和演變過程非常複雜 我們叫H1N1-Classic-SY 那這個病毒 它產生的時間 大概在1918年前後 這個病毒進入到豬裡面以後 一直在豬裡面傳播 理論上應該傳到了 應該90年了 但是在不同的地區 它又碰到一些新來的豬病毒 比如講我在這個圖裡面 一個黃的就是這個豬的 Classic-H1N1 另外一個是人的H3N2 這個病毒是97年的人病毒 進到豬裡面去的 在美洲 它在當地 它跟當地的北美的鳥 蜜鳥病毒 這三個進行的雜交 產生了兩種病毒 一種就是現在的 叫做H3N2的 三種雜交病毒 實際上還有一個 H1N2的病毒 這兩個病毒 實際上在北美 一直是平行流行 那麼這傳 傳就傳到11年 98年到現在 另外一種病毒 其流感 那這個傳傳給到豬 在歐洲 是30年了 1997年地區的 1997年完了以後 這個病毒 又跟H3N2的洗牌 形成一個二同雜交 也形成了一個 叫做H1N1 H1N2 還有H3N2 這就是說 從原則分辨來講 一個就是98年的 三種雜交病毒 和一個歐洲起源的雜交病毒 都是豬病毒 過去百多年來 H2、H3、H1病毒 都曾經導致全球爆發流感疫症 根據以往的規律 科學家推算 導致新一輪流感疫情的 很大可能是H2 所以將防疫重點放在H2 以及近年在亞洲地區 肆虐的禽流感 H5N1和H9N2 今次H1N1新病毒的出現 和引致的疫情 管逸教授說 是出乎他意料之外 讓我們作為科學家 重新檢討 因為我們對於這個 pandemic的emergency 實際上是沒有很多知識 我們有千千萬萬的virus 但這個virus擺在面前 我把它基因全部拆下來 拼張 我也沒辦法回答你 哪一個病毒 可以引起pandemic 哪一個病毒 不能引起pandemic 就是說 用英文講的 pandemicity of the influenza still have a question mark or knowledge gap 上個世紀 全球出現過三次流感大爆發 分別是1918年的西班牙營流感 1957年的亞洲營流感 而對上一次大流感是1968年 由於H3N2病毒在香港發炎 所以稱為香港營流感 60年代的防控測量 就差不多 我經常說 如果我說英文 叫做crisis intervention crisis intervention 就是我們一直都是這樣 如果有某一件事 公共衛生疫情發生 我們專門應付那樣 李少雄記得當年 自己日後要留守 醫務衛生署的總部工作 晚上就要去門診部幫忙看症 當時疫情在香港持續了整個月 還蔓延到世界各地 估計導致70萬人受到感染 公共衛生好像有一條河 很多人我經常說 跌了在那條河 以前我們做的公共衛生 就在下游那裡 就將那些人的河 儘量救他們出來 就搬去醫院 但是我們始終沒有機會 走去上游那裡看看 為甚麼那麼多人跌下河呢 所以應該多些所謂上游思索 upstream thinking 來知道一下 為甚麼發生 經過殺之後 我們政府也都是所謂 吸取經驗 防患未然 就做很多傳染病 監察 控制方面 教育方面 我們衛生訪問中心 成立這幾年 都是以這個流感大流行 作為其中一個主要的預備項目 變了有很多期之前的演習 模擬一些的輸入個案 當然 目前我們所面對的情況 就是比一切的演練 可以說來得真實 和來得嚴峻一些 所以我們現在的工作量 或者壓力 其實都是比較大一些 由於人類豬流感已經在社區爆發 11前 醫管局開放屬下8間指定的流感診所 集中處理有流感病徵的個案 昨晚發燒 覺得 免得 怕著有豬流感 所以來看 我們香港人試過沙士 完全不擔心 不過希望個人 自己做回自己本分的事 如果你真的不舒服 或者你 你真的要戴口罩 還有 不要說到處去 郭醫生說 可能感冒會影響也未定 未必是 我幫你給點藥給你吃 那看就安全一點 你不知道是不是 沙士之後 政府在2004年 成立衛生防護中心 2005年有公佈 流感大流行的應變計劃 成立傳染病控制培訓中心 不時對前線醫護人員 和老人院社員工 提供應付流感爆發的訓練 當然我們好像政府很緊張 公營醫療 甚至公共衛生的同事都很緊張 其實我們覺得緊張是應該的 因為我們做公共衛生 一定要先市民而優 否則的話 我們就不可以看前一步 因為現在的輕微 不是等於到 我們未來幾個月 那個問題會不會有所轉變 我們都要預計未來 因為在冬天的時候 你看到也都是 禽流感 全英一的一個高峰期 平日我們都見到一些雀鳥 或者以前我們試過 就算我們現在養雞的農場等等 都發現過問題 當時高峰期 我們又有豬流感 又有我們季節性流感 當時會不會有洗牌效應等等 而另外有一種比較 比現在更有殺傷力的病毒 我們就要小心一點 專家說 七、八月是香港流感病發的高峰期 季節性流感 加上新甲型H1N1病毒 令感染的機會增加 所以市民要小心防範 面對新的病毒最重要 或者我們說打防疫戰、患疫戰 最重要是風險溝通 因為防疫就不只是政府做 也不是個別的優惠做 防疫是每一個市民 都有個角色要去辦議要去做 到底是贏還是輸 那場仗是打得好看還是很難看 一個關鍵 就是溝通 是否做得到位和做得夠快 我手上課 這班航班 我們沒有確診個案 但因為你本身有外游 我想知道你除了發燒之外 有沒有其他甚麼不舒服的 肌肉痛 肌肉痛 我需要停待兩星期一 儘量都避免帶他們去人多的地方 所有都是要等到結果出來了 我們都才會知道 下一步應該要怎樣做 我們現在面對這個敵人 也不是直近共產於香港 是一個全世界都要面對的問題 面對流感爆發 政府在5月1日 啟動緊急應變機制 防止病毒在社區傳播 5月底 當第一個學生確診感染 相關措施隨即展開 我知道確診之後 第一件事都是覺得很不好意思 真的要搞到學校停貨兩個星期 其實這次真的很難忘 有些朋友我聽過會有埋怨的人 說為甚麼要回來做案 但也會有很多朋友 他們會在我的Facebook留言 支持我 當時那個情況都很突然 開始都真的不知道怎樣做 因為在過程中 是有不同人有不同意見 對於食突敏福的情況 又要求我們的老師去監察學生 每一天用電話 但又說不用 在過程中 我自己感受到 政府在這方面都頗混亂 我覺得整個氣氛 當中我們學校好像是一開始那間酒店 被政府隔離了 所有人都不能來 報章的報道 標題說我們是甚麼豬流學校 連這個英文報紙都說 甚麼Swipe through school 我們覺得這些字眼 適不適當 那個時刻都令我有些憤怒 覺得他們好像很歧視我們 停課兩個星期 原定在五月底舉行的畢業禮 結果押後到兩天前才舉行 這個延遲畢業禮 我覺得都特別 可能是你一生難忘的日子 面對這個流感 當然我們都要謹慎 但我覺得我們真的不用那麼緊張 面對這個豬流感 都是應該用平常心面對的 因為一路聽到消息 都是覺得這種流感 病情都不是很嚴重 亦都不是說一些所謂 會即時導致死亡的流感 不是像沙子時期那麼嚴重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對我來說我一直用平常心 所以同學回來 我們都當然提醒同學 要做好衛生的措施 但都是用平常心去面對 經歷過之後我會知道 這一種病其實它不是說 大家想像中那麼恐怖 我自己的體會 它是一種高傳染性的流行性感冒 第一宗本地感染個案出現之後 確診數字就以雙位數增加 政府的應變措施 亦都由抗疫轉為緩疫 重點是拖慢病毒傳播的速度 一般的流行性感冒病毒 它們感染上呼吸道細胞很容易 所以就變成它們很容易 就可以傳染給人 這個新的流行性感冒病毒 它基本上是暫時看來 它是跟季節性流行的病毒 就可能分別不大 只不過它的分別 就是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沒有抗體 所以它就可以在很短時間 惹到很多人 它在很短時間惹到很多人 就算死亡率好像季節性流行 這樣不是太高 就變成了總體死亡人數 都一點都不會小 隨著豬流感 在社區的活躍越來越大 那個樣本的數量也會增加 但是始終去到一點 就是當它廣泛地流傳的時候 就沒有一個需要 就真的每一個樣本都去測 因為我們已經可以掌握到 它大致上流行的情況 可以根據臨床的表徵 去進行一些在治療方面的用藥 人類豬流感的傳染性雖然高 但是病情不算嚴重 所以部分有感冒病徵的 寧願去看私家醫生 都不去政府指定的八間診所 其他病發症呢 先幾天是高超 高超我們就驗了 說你是過濾性細菌 發炎指數不高 還有流感A型B型都沒有存在 豬流感的病徵來計 可以像任何東西的 任何的流感 普通流感 沙士 肺炎鏈球菌 醫原體病毒 其實尤其是在第一天 是完全相似 發燒 少許喉嚨痛 有些咳嗽 有些是鼻水是這麼多 其實是在一個很闊的範圍 就這樣看臨床是沒有人能夠判斷的 裡面就有些病菌 還有一些反應液 這間診所 在一年前開始抽取病人的鼻液做化驗 進行快速測試 大概十分鐘就知道病人感染的是甲型 還是月形流感 是甲型的 會交給政府作進一步化驗 確定是不是感染人類豬流感 這次政府打這場流感戰 主力是靠公營醫療系統 不過有私家醫生的建議 政府應該將私營醫療體系 納入抗疫行列 減輕公營系統的負擔 如果爆到一天有幾百人的豬流感 這樣計算 這個制度根本應付不了 不用多久 那個流感診所就爆煲 一爆煲 那些人在等 就怨聲再度 難道你由八個 可以增加到八十個 八百個 一千個診所專體發燒嗎 政府 有沒有什麼人力物力 根據醫管局過往的紀錄 本地每年因為流感引致死亡的個案 大約一千宗 長者體質比較虛弱 容易因為感染而引致病發症 屬於高危一族 在墨西哥那裡爆發豬流感的時候 剛剛都是我們自己本土的流感 很風行的時候 清潔那裡全部都加強了 或者老人家 譬如說每天量體溫 就做登記 始終我強調的是我們要控制的是病菌 是病毒 不是我們的老人家 老人家始終保持他們日常應有的生活作息 這個都是我們工作裡應該要做的 兩者拿個平衡 年輕人的體質雖然比較強壯 不過本地集體感染個案 反而只是在學校出現 最近的流感染重了 要注意健康 幾多人說 不是這樣派給他 知道嗎 這間學校雖然沒有學生感染 但是老師、學生和家長 就發起在粉嶺區 派口罩和彈章宣傳抗疫 要戴口罩嗎 很多人都不懷疑 因為覺得它影響不大 因為沒有死人 結果很多人都輕視了它 我們想利用這個機會 令學生懂得關心 除了自己要做好之外 走出校園 融入社區 提醒社區人士對流感的關注 沙士一疫 令不少香港人認識到疫症的可怕 防疫意識也大大提高 不過新病毒防不升防 唯有各方面做足準備 才可以對抗疫症萬元 沙士一疫情 在東江西莫 在東江西莫 跟著來的永濟是東江西莫